2021年11月28号 我仍在台南 12年前我从台南一中毕业考上台大 从此一路从大学到工作都在台北 久久才回一次老家让我对台南是熟悉又陌生 没想到生了孩子后又举家回到台南定居 我才又静下心来好好看看台南这个地方 这部片会用第一人称角度写个简单的影像日记 也说说一些北漂回归的辛勤故事 说真的带着台北老婆回台南生活的感觉很奇妙 我常来安平俊平路和健康山街找东西吃 像我老家附近的这家木盆青石餐厅 这是今天我们早午餐兼工作的地方 200多块可以吃到厉害的烤鸡腿沙拉 这爆量沙拉加上优质的环境还没有限时间 在台北没有300多恐怕是吃不到的吧 对吃和环境都不马虎的爱玲已经连续两天来吃了 台南的五家对台北人来说佛心到不行 台北的高物价电租逼得大家把所有资源运用到极限效率 在台南稍微可以从这样紧绷的生活习惯解放 吃饱工作到一个段落 我们继续下一个行程 我把车停在附近的公园旁 聊着天散步欣赏一下绿树才上车 这在台北肯定是得停在地下停车场 台南这样惬意的生活细节对台北人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事 今天天气很好 冬天的台南非常舒服 阳光暖暖的不会太冷 我很喜欢树很大绿树又多的永滑路 尤其经过台南市政府这段有很多餐厅商店 这里离安平老家和新家都不远 这附近的故事之后再慢慢跟大家说吧 下一个行程是要去宜德利买东西 因为我们有拍摄和教课的需求 需要在老家布置一个小工作室 所以来买一个临时工作桌 毕竟是临时用 就选了这个1400多块的标准桌 我都忘了之前在宜德利有累积不少点数 直接折了100多块还不错 感谢网络时代 很幸运的我们工作不局限在特定地区 这也是我们能够有回台南定居选项的原因 未来还会有台南老家改装的影片 请期待 可能早午餐只吃沙拉的原因吧 不到下午3点我们又饿了 看到市政府附近的耕毒园 满接近我们台南新家想要的新中式元素 所以就走进去吃 不知道是哪一餐 这家耕毒园开很久了 上次来已经是高三的时候了吧 当时想找念书的地方的时候有去过 虽然食物没有特别惊艳 但装潢博有中式骨味 对我来说也是学生时代的回忆 晚餐跟家人吃文凭路上的老广月 其实安平中西区这边不少厉害的餐厅 都要定位才吃得到 老广月算是少数很好吃 又比较容易有现场位置的餐厅 所以我和家人聚餐 订不到餐厅的时候常常吃这一家 有老爸老妈帮忙顾小孩真的很幸福 看他们逗小孩玩得不亦乐乎 我们也能好好吃顿饭 刚好我和老弟都是11月生日 餐厅受薪活动是纸骰子对决 我们多赢了一道料理 吃到整个翻过去 这支影片拍得很随性 我很喜欢这样子用影像写日记的感觉 感谢INSTA 310 GO 2 这台超小运动相机 让我拍摄时可以解放双手 这部影片我都是把GO 2 磁吸在胸前拍摄 能够专注在生活不感受到相机存在的 拍摄体验超爽的 对于我这个习惯拿着专业相机的摄影师来说 是很不一样的体验 台南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 有着舒服的生活空间 机能和美食的等级也非常高 接下来我们在台南的新生活会是什么样呢 我自己也非常期待 就在未来的影片慢慢说这段故事吧 我是科技旅的毛巾 喜欢分享科技带给生活的美好 与我个人的生命体验 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KOL要做的事情不就是 开创跟找到我们觉得 最有 价值的 最有价值的事情 不是指跟潮流 对啊 而是创造 对啊 对啊